那知道這個威力導演之後呢 其實我們會比較建議各位 直接就用這個標題的 完整的編輯模式進來 那首先你第一個看到在左手邊這邊 第一個 這個就是他的所謂的媒體內容 就所謂媒體內容 就是我們講的素材 那明白你所需要的 包括影片 包括照片 聲音 甚至字幕不會在那邊跑 就主要甚至把他怎麼樣 就丟到這邊來 那你就可以待會拿到下面的這個時間軸裡面來用 下面就是他的時間軸 下面的時間軸 右手邊呢 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那個結果的部分 那一般來說 我通常如果進到這邊我最常做的 先給各位看一下 我會先玩一下這個東西 只是你們今天可能不太適合 所以我就先拿這個 好 有沒有聽過說子攝影 有對不對 不管你是拍日式路路 或者是你要做出一個生物的觀察 好 那很多時候我們會需要一般這樣的東西 那你有拍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串結起來 那這個時候呢 像這個就是我們暑假的時候 小朋友在拍板上畫 你用露影是一種方式 可是 露影的 我們剛剛看過 我們的解析度 負2HD也才多少 是200萬像素A 如果你今天想要更大的尺寸 因為你以後也許你需要做硬刷用 或者是你要就是列印出來 那當然你尺寸要大一點 那個品質會比較經常 那你不用數字 而且 而且 錄影的檔案絕對會 拍照很大 沒錯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會利用這種方式 那你看 我就把它全部選起來交進來 好 現在全部進來了 那 你在這個素材庫裡面 素材庫裡面 我就先把它全部選起來 按住訊軟 跟各位在超過檔案重辦 我現在是把它全部選起來了 好 我就把它丟到下面來 那你會發現呢 我們丟到下面來 這邊呢 有幾個東西 來 看一下 這個是時間中 你看到1、2 然後後面還有3次這樣下去 包括我們的聲音啊 字幕啊 都會在這邊 但是 這個 要稍微留意一下它的所謂的順序 我們把下面這個聲音都軌道 所以你會聽到 第幾軌 第幾軌 他會有這樣的數字 那 第一軌 雖然它排在最上面 但是很抱歉 它是最下面的一層 所以第二軌 是疊在第一軌的上面 而且有分什麼 有分 影片的軌道 或者是聲音的軌道 有沒有 這兩個 那這個勾勾就表示 這個軌道要不要輸出 你看到這個勾勾 因為有些時候 我雖然影片交進來 可是 我下載的是一段影片 可是我只要那個聲音 我只要把這個勾勾拿掉 它就是輸出聲音 不輸出影片 這樣基本的會了 那你看 我把這個照片交進來之後 跟我們剛剛 Eddie Friend的一樣 請問一張照片要補多久 或者你顛倒過來講 你在看別人的那種 所謂的沉默的那個影片的時候 如果他播放的內容是照片 要不要給你看一點點 要 所以一般假證 進來就是不做任何動作的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照片 但是淡數 那要不要花時間 也要花時間 那如果你是這種很單純 一張一張都不做任何效果 通常我們至少要播放三秒鐘 至少你要播放三秒鐘 那如果你有加上有淡數淡數 或者像一些有大片像 這些所謂的轉場效果 我們會建議各位 至少那一張照片要五秒鐘 因為轉場效果 至少會去掉一到兩秒鐘的時間 這樣清楚 那你說 再短一點也不好嗎 如果你只有一張照片 別人會覺得 你有一點在感情的感覺 趕勾車的感覺 因為會播得很快 來不及看 那但是呢 我們這邊 因為是做縮時這裡 所以一張照片要要播那麼久 不用 所以你先看一下 你現在全部進來 你先播一下 那我要怎麼播呢 你看右手就這裡 這裡有分兩個 一個叫片段 一個叫全片 有沒有 片的部分 就是全部都是片子 開玩笑 就是你如果我點到這個地方 那就是播這個片段 可能是照片或是影片 那如果你要看最後的結果 你就是用全部的 整段影片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就先用整段影片 好 就播一下 有沒有發現很慢 一張 這樣說是攝影 要等到什麼時候 才能看完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全部選起來 我可以用框的 有沒有 可以用框的 把它全部選起來 那一樣的 你看如果照片比較長 請問我的下面這個時間軸 這個時間軸 會不會拉得很長 請問時間軸會不會收放 當然是可以的 那到哪裡去收放呢 請你來這邊看一下 在這邊 上面這裡有時間軸的收放 這個 好 檢視整部影片 把它按一下 好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有沒有 我們間距變短了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的 會比較完整 它就在我們的示範圍裡面 那我這樣要拖一就比較容易 我這樣 從外面放錢就會比較容易放得到 好 我直接按右鍵 你可以來這邊設定 設定一下什麼片段主題 就是每一張照片或影片 都是一個片段 好 有沒有一個叫設定時間長度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按一下 好的 進來了 那我們在做影片的時候呢 可能各位就要注意一下單位的部分 有沒有發現這有四個單位 有四個欄分 第一個 十分 十 這個是分 這個是秒 那後面 硬哥 來 各位有看過那個卡通嗎 卡通 就跟我們以前那個底片 各位有看過底片嗎 底片 那個一樣 我們呢 視訊有分 美規的 有分後規的 還有各位有看定 有沒有 也都一樣不一樣 它的 如果我們是美規的 叫NTSC 這個是一秒鐘 三四個 或者是 二十九月九七 一秒鐘 好 那我們它要是美規 那麼如果你是後規的 PLO 它是一秒鐘 二十五個 就是要撥到這個數目才算標準 因為視訊早期 都是在廣 電視廣播才會用到 有定 我們一般的那個 沒辦法 那如果你看的是定 這個就比較全世界統一 一秒鐘 二十四個 那 預設呢 威力導有個直接裝起來 它才會是美規的 所以呢 其實這邊呢 二十九之後 應該說三十之後 就會進一秒鐘 這樣了解 所以後面我們稱作一個 這個 Friend F F Friend 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呢 它預設是 有沒有發現是五秒鐘 一張照片摸五秒鐘 真的很長 所以不用那麼多 我就給它幾格就好 假設你要做說實攝影 你差不多給它十格到二十格就好 就是三 撲三分之一秒 有沒有可以快一點 對不對 好 你看喔 現在這樣子 確定 那因為速度不一樣 所以 有沒有變短的 影片會變短 好 影片會變短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全片 這樣有沒有比較看得清楚說實 這樣了解 了解那個概念 事實上我們在那個 也可以這樣做 雖然左手邊那個是一張一張投影片 你把那個時間縮短 也可以達到那個效果 好 所以不一定 你要用唯一的答案 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得到 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說實攝影音 那你要加 加上適當的聲音 你就把聲音加進來 再加在下面來就可以了 好 這是第一種 要給各位看一下